每一輛載著18噸重石屎板的貨車 在觀塘道殺車時 石屎板突然滑前撞毀駕駛室 司機沒有受傷 貨車的駕駛室被撞到傾側損毀 40多歲的司機沒有受傷 在現場協助調查 清晨6時多 貨車載著三塊一共重18噸的石屎板 準備運到將軍澳一個地盤 沿觀塘道往油塘方向行駛 駛到去匡寧道交界燈位 據報當時交通燈轉為黃色 貨車殺車時 五條綁住石屎板的尼龍繩斷裂 石屎板挖前撞向駕駛室 受視會影響警方封閉其中一條行車線 往油塘方向交通法盲